如果分數咬得還很緊的時候 贏得一兩分喔 總是有風險 今天市隊就真的朝著他們那個贏球的模式在走 現在分數拉開到七分 然後這個半局牛隊攻回了兩分 他就輪到第一棒的正打紅 正打紅以前 今年球季打第一棒 前面無闖比賽先發打第一棒 還打下五分打點 那現在是德典圈的打擊機會 變速球又出現了 這個變速球的品質就很好 有下墜的效果 兩個好球沒有壞球了 直球左外角也是壞球 變成良好與壞 打紅咧正打紅 得點圈有跑者打擊力是3x39 100球啦 中球數剛剛好100萬 差不多就是七局了齁 哇這個球 好發喔 我的鏡頭也帶的蠻妙的齁 這個感情很豐富 以為是山陣 好像丟一樣我丟到 哇這隻角度的滑球 有頭腳 有些弱點 判斷的很精準齁齁 看得很清楚 突然呢 牽手都已經準備要鼓掌 然後兩壞 然後兩壞 趁大紅得點圈有跑者 打擊力也有3x39 上磊率更高達了4x6 1 得點圈有跑者的時候 兩出局二壘有跑者 碰得戒外球 現在纏鬥還是會有一些效果 因為頭手已經來到臨界點 所以剛剛統一師隊沒有更換頭手 可能是想說還不到100球 這也是這個危機讓他自己解決掉啦 說不定你換頭手 反而更容易形成大局 那你反而這壘包上沒有人來 換頭手應該會比較好 也不會說布萊安心裡面也會比較不舒服 應該就是換頭的時間 不要說壘上有人去換頭手 吳俊良頭手教練也有幾方面的跑量 對 特別對他們的牛棚 後面的後援頭手 怪擋 沒有人放棄 你都把他送到 而且讓後援頭手是 哪包上完全沒人的時候上來投 可能壓力也比較小 責任也比較清楚 忽然今年最多曾經一場 投過119個球 哇 還是在打界外球 對 運動牛隊要把握住啊 對 這分也很重要 對 這分進來也很重要 因為剩下能夠反攻的局數不多了 然後終止5連敗 拿1分是1分 對啊 哇 滿球數了 2號3塊 下一棒是余賢明 鄭達鴻 得點圈有跑的時候 今年上壘率4成6億 就是他也可以拗到保送 的意思 點球也很重要 這個球打成的是高飛球 左外野手跑過去 掉下來了 震乃文 這就是經驗比較不足 而且你手一壘的選手 調到外野去 畢竟 整個腳步的 加速跟減速呢 做的比較沒有那麼理想 有點衝過頭 記錄組給他失誤 很合理 很合理 這個溫系的 先跟人家 走過頭 就是腳的力量 煞車沒有做好 加速減速 就是外野手他必須要 非常的掌握度要非常好的 才能夠成為一個好的外野手 是 因為你急速衝的時候 有的時候你會 覺得是衝過頭的時候 你要趕快的把速度減下來 進個球 震打紅沒有出棒 站得不動 遭到了三振 牛隊呢 在棋局的下班 是追回了2分 目前2比7還有5分落後